《红楼梦》卷一百十五 或偏思西春史素质 正同类宝玉诗相知 话说宝玉为自己诗言 被宝钗问住 想要掩饰过去 只见秋文进来说 外头老爷叫二爷呢 宝玉巴不得一声便走了去 到贾正那里 贾正道 我叫你来不为别的 现在你穿着笑不便到学里去 你在家里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 我这几天倒也闲着 隔两三日要做几篇文章我瞧瞧 看你这些时尽意了没有 宝玉只得答应着 贾正又道 你还兄弟兰侄儿 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 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 反倒不及他们 那可就不成事了 宝玉不敢言语 答应了个是 站着不动 贾正道 去吧 宝玉退了出来 正撞见赖大猪人拿着些册子进来 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 宝钗问了 知道叫他做文章倒也喜欢 唯有宝玉不愿意 也不敢怠慢 正要坐下静静心 见有两个姑子进来 宝玉看是地藏庵的 来和宝玉说 请二奶奶安 宝钗带礼不礼地说 你们好 应叫人来 倒茶给师傅们喝 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 见宝钗似乎厌恶这些 也不好兜的 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 也不久坐 辞了要去 宝钗道 再坐坐去吧 那姑子道 我们因在铁坎寺做了功德 好些时 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 今日来了 见过了奶奶太太们 还要看寺姑娘呢 宝钗点头 游她去了 那姑子便到西春那里 见了彩瓶 见了彩瓶说 姑娘在哪里呢 彩瓶道 不用提了 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 只是歪着 那姑子道 为什么 彩瓶道 说夜话长 说夜话长 你见了姑娘 只怕 她便和你说了 西春早已听见 急忙做起 说 你们两个人好啊 见我们家事差了 便不来了 那姑子道 阿弥陀佛 有也是施主 没也是施主 别说 我们是本家安理的 受过老太太 多少恩惠呢 如今老太太的事 太太奶奶们都见了 只没有见姑娘 心里惦记 今儿是特特的 来瞧姑娘来的 西春便问起 水月庵的姑子来 那姑子道 他们安理 闹了些事 如今门上 也不肯长放进来了 便问西春道 巧儿听见说 龙翠庵的庙师傅 怎么跟了人去了 西春道 哪里的话 说这个话的人 提防着割舌头 人家遭了强盗抢去 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 那姑子道 妙师傅的为人怪癖 只怕是假惺惺吧 在姑娘面前 我们也不好说的 哪里像我们这些粗笨人 只知道 逢经念佛 给人忏悔 也为自己 修个善果 西春道 怎么样 怎样就是善果呢 那姑子道 除了咱们家 这样善德 人家不怕 若是别人家 那些告命夫人小姐 也保不住 一辈子的荣华 到了苦难来了 可就救不得了 只有个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遇见人家有苦难的 就慈心发动 设法救济 为什么如今都说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呢 我们修了行的人 虽说 比夫人小姐们 苦多着呢 只是 没有显难的了 虽不能 成佛作祖 修修来世 或者转个男身 自己 也就好了 不像如今 脱生了个女人胎子 什么委屈 凡男都说不出来 姑娘 你还不知道呢 要是人家姑娘们 出了门子 这一辈子跟着人 是更没法的 若说修行 也只要修得真 那妙师父 自为才情比我们强 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 岂志俗的 才能得善缘呢 他如今 到底是 遭了大劫了 西春被那姑子一番话 说得合在机上 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 便将游士带他怎样 前看家的事说了一遍 并将头发指给他瞧 道 你打量 我是什么没主意 练火坑的人吗 早有这样的心 只是想不出道来 那姑子听了 假作惊慌道 姑娘再别说这个话 真大奶奶听见 还要骂杀我们 念出安去呢 姑娘这样人品 这样人家 将来配个好姑爷 像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西春不等说完 便红了脸 说 真大奶奶撵的你 我就撵不得吗 那姑子知识真心 便索性激他一激 说道 姑娘 别怪我们说错了话 太太奶奶们 哪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 那时 闹出没意思来 倒不好 我们 倒是为姑娘的话 西春道 这也瞧吧嘞 彩平等 听着话头不好 便使个眼神 给姑子 叫她走 那姑子会议 本来心也害怕 不敢挑选 便告辞出去 西春也不留她 便冷笑道 打量天下 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吗 那姑子 那姑子也不敢答言 去了 彩平 见事不妥 孔丹不是 悄悄地 去告诉了 尤氏说 四姑娘 搅头发的心头 还没有息呢 她这几天不是病 竟是怨命 奶奶提放些 别闹出事来 那会子 归罪我们身上 尤氏道 她哪里是要为出家 她为的是大爷不在家 安心和我过不去 也只好尤她罢了 彩平等没法 也只好常常劝解 起之西春 一天一天地不吃饭 只想搅头发 彩平等吃不住 只得到各处告诉 行王二夫人等 也都劝了好几次 怎奈西春 执迷不解 行王二夫人 正要告诉贾正 只听外头传进来说 真家的太太 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 众人 众人急忙接触 便在王夫人处坐下 众人行礼 续歇寒温 不必细数 只言王夫人提起 珍宝玉 与自己的宝玉无二 要请珍宝玉 进来一见 传话出去 回来说道 真少爷 在外书房 同老爷说话 说得投了鸡了 打发人 来请我们二爷三爷 还叫兰哥 在外头吃饭 吃了饭进来 说必 里头也便摆饭 不提 解说贾政 第二出来 见了珍宝玉 竟是旧相识一般 那珍宝玉 也向哪里 见过的 两人行了礼 然后 甲环甲兰 相见 本来贾政 席地而坐 要让珍宝玉 在椅子上坐 珍宝玉 因是晚辈 不敢上座 就在地下 铺了褥子 坐下 如今 宝玉等出来 又不能同贾政 一处坐着 为珍宝玉 又是晚一辈 又不好 敬叫宝玉等站着 贾政 知识不变 站着 又说了几句话 叫人摆饭 说 我师陪 叫小儿辈陪着 大家说说话 好叫他们 领领大叫 真宝玉 训泄道 老伯大人 请便 职尔正玉 领士兄们的叫呢 贾政 回复了几句 便自 往内书房去 那真宝玉 反要送出来 贾政拦住 宝玉等 先抢了一步 出了书房门槛 站立着 看贾政进去 然后进来 让真宝玉坐下 彼此套续了一回 诸如 久目可想的话 也不必细数 且说 贾宝玉 见了真宝玉 想到梦中之景 并且 素知真宝玉 为人 必是和他同心 以为得了知己 因初次见面 不便造次 且又贾环贾兰在座 只有极力夸赞说 久仰方明 无由亲近 今日见面 真是哲仙一流的人物 那真宝玉 素来也知 贾宝玉的为人 今日一见 果然不差 只是可与我共学 不可与你试道 他既和我同名同貌 也是三生时上的旧精魂了 既我略知了些道理 怎么不和他讲讲 但是初见 尚不知 他的心与我同不同 只好缓缓地来 便道 世兄的财名 帝所素知的 在世兄 是数万人的里头 选出来最清最雅的 在帝 是庸庸碌碌 一等于人 舔父同名 书绝电辱了 这两个字 贾宝玉听了 心想 这个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样的 但是你我都是男人 不比那女孩们清洁 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看待起来 便道 世兄谬赞 实不敢当 帝是智拙智鱼 只不过一块完食尔 何敢比世兄 品望清高 实称此两字 珍宝玉道 帝少时不知分量 自卫尚可琢磨 其知 家遭销索 数年来 更比瓦礼有剑 虽不敢说 历尽干苦 然世道人情 略略地领悟了好些 世兄是锦衣玉食 无不遂心的 必使文章经济 高出人上 所以老伯钟爱 将为习上之真 帝所以才说 尊名方衬 贾宝玉听了这话头 又进了路度的旧套 想话回答 贾桓见未与他说话 心中早不自在 倒是贾兰听了这话 慎觉何意 便说道 世书所言 故事太谦 若论到文章经济 时是从历练中出来的 方为真才实学 在小值年幼 虽不知文章为何物 然将读过得细味起来 那高粱文秀 比着令文广域 真是不斥百倍的了 贾宝玉 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 心里越发不和 想到 这孩子 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 便说道 帝文德 帝文德师兄也抵尽流俗 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 今日帝 姓慧之范 想欲领教一番 超凡入圣的道理 从此可以洗净俗长 重开眼界 不宜视地为蠢物 所以将适路的话来酬应 贞宝玉听说 心里晓得 他知我少年的情性 所以以我为假 我所幸把话说明 或者与我做个知心朋友 也是好的 便说道 师兄高论故事真切 但帝少时 也曾深悟那些旧套尘言 只是一年掌思一年 家俊智世在家 揽于仇应 为帝接待 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 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 便是祝书历说 无非言中言孝 自有一番利得利言的事业 方不枉 生在圣名之时 也不致 负了父亲师长 养育教会之恩 所以 把少时那一派 愈想痴情 渐渐地淘汰了些 如今上欲 访师密友 教导渝蒙 幸会是凶 定当 有以教我 是才所言 并非虚意 贾宝玉 欲听 欲不耐烦 又不好冷淡 只得将言语之无 信息里头 传出话来 说 若是外头爷们 吃了饭 请真少爷 往里头去坐呢 宝玉听了 便趁势邀真宝玉 进去 那真宝玉 依命前行 贾宝玉等 陪着来见王夫人 贾宝玉 见识真太太上座 便先请过了安 贾环贾兰也见了 贾宝玉 也请了王夫人的安 两母两子 互相私任 虽是贾宝玉 是娶过亲的 那贾宝玉 年纪已老 又是老亲 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 与她儿子一般 不禁亲热起来 王夫人更不用说 拉着真宝玉 问长问短 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 老成些 回看贾兰 也是清秀超群的 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象 也还随得上 只有贾环粗笨 未免有偏爱之色 众人一见 两个宝玉在这里 都来瞧看 说道 真正奇事 名字捅了也罢 怎么相貌身材 都是一样的 亏得时 我们宝玉穿笑 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 一时 也认不出来 内中子涓 一时痴意发作 便想起待遇来 心里说道 可惜林姑娘死了 若不死时 就将那真宝玉 配了她 只怕 也是愿意的 正想着 只听得真夫人道 前日 听到我们老爷回来说 我们宝玉 年纪也大了 求这里老爷 留心一门亲事 王夫人正爱真宝玉 顺口便说道 我也想要与令郎作伐 我家有四个姑娘 那三个都不用说 死的死 嫁的嫁了 还有我们真大侄儿的妹子 只是年纪过小几岁 恐怕难配 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 生得人才奇正 二姑娘呢 已经许了人家 三姑娘 正好与令郎为配 过一天 我给令郎作媒 但是她家的家计 如今差些 真夫人 太太这话又客套了 如今我们家 还有什么 只怕人家 嫌我们穷罢了 王夫人道 现今府上 妇又出了差 将来不但复旧 必是比先前 更要鼎盛起来 真夫人笑着道 但愿 依着太太的话更好 这么着 就求太太 做个宝山 真宝玉 听他们说起亲事 便告辞出来 贾宝玉等 只得陪着 来到书房 见贾正乙在那里 俯又历谈几句 听见真家的人 来回真宝玉道 太太要走了 请爷回去吧 于是真宝玉 告辞出来 贾正命 宝玉环栏相送 不提 写说宝玉 自那日 见了真宝玉之父 直到真宝玉来京 朝夕盼望 今儿见面 远想得意知己 岂知谈了半天 竟有些兵叹不投 闷闷地回到自己房中 也不言 也不笑 只管发正 宝钗便问 那真宝玉 果然像你吗 宝玉道 相貌倒还是一样的 只是言谈间看起来 并不知道什么 不过也是个路渡 宝钗道 你又编派人家了 怎么就见得 也是个路渡呢 宝玉道 他说了半天 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 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 又说什么为中为孝 这样人可不是个路渡吗 只可惜 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 我想来 我想来 有了他 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宝钗见他又发呆话 便说道 你真正说出句话来 叫人发笑 这相貌 怎么能不要呢 况且人家这话 是正理 做了一个男人 原该要立身扬名的 谁像你一味的柔情思义 不说自己没有刚烈 倒说人家是路渡 宝玉本来听了真宝玉的话 甚不耐烦 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 心中更加不乐 闷闷昏昏 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 并不言语 只是傻笑 宝钗不知 直到是 我的话错了 他所以冷笑 也不理他 岂止那日便有些发呆 席人等 哦他也不言语 过了一日 四日起来 只是发呆 竟有些前番病的样子 一日 王夫人因为西春 定要脚发出家 犹事不能拦阻 看着西春的样子 是若不依他 必要自尽的 虽然昼夜着人看着 终非常事 便告诉了贾政 贾政叹气跺脚 只说 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 闹到如此地位 叫了贾荣来 说了一顿 叫他去和他母亲说 认真劝解劝解 若是必要这样 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 岂止 由是不劝还好 一劝了 更要寻死 说 做了女孩 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 若像二姐姐一样 老爷太太们 倒要烦心 况且死了 如今譬如 我死了 是的 放我出了家 干干净净的一辈子 就是疼我了 况且 我又不出门 就是龙翠庵 原是咱们家的基址 我就在那里修行 我有什么 你们也照应得着 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 你们依我呢 我就算得了命了 若不依我呢 我也没法 只有死就完了 我如若碎了自己的心愿 那时哥哥回来 我和他说 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 若说我死了 未免哥哥回来 倒说你们不容我 由是本与西春不合 听他的话 也似乎有理 只得去回王夫人 王夫人 已到宝钗那里 见宝玉神魂失所 心下着忙 便说习人道 你们推不留神 二爷犯了病 也不来回我 习人道 二爷的病 原来是常有的 一时好 一时不好 天天到太太那里 仍旧请安去 原是好好的 今日才发糊涂些 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 恐怕太太 说我们大惊小怪 宝玉听见王夫人 说他们 心里一时明白 恐他们受委屈 便说道 太太放心 我没什么病 只是心里觉着 有些闷闷的 王夫人道 你是有着病根子 早说了 好请大夫瞧瞧 吃两剂药 好了不好 若再闹到头里 丢了玉的时候 是的 就费事了 宝玉道 太太不放心 便叫个人来瞧瞧 我就吃药 王夫人便叫丫头 传话出去 请大夫 这一个心思 都在宝玉身上 便将西春的事 忘了 迟了一回 大夫看了服药 王夫人回去 过了几天 宝玉更糊涂了 甚至于饭食不尽 大家着急起来 恰又忙着脱笑 家中无人 又叫了贾云 来照应大夫 贾脸家下无人 请了王人来 在外帮着料理 那桥姐是日夜枯母 也是病了 所以荣府中 又闹得麻养人翻 一日 又当脱笑来家 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 见宝玉 人事不行 急得众人 手足无措 一面哭着 一面告诉贾政说 贾政叹气连连 只得亲自看事 见其光景 果然不好 便又叫贾脸半去 贾脸不敢违尿 只得叫人料理 手头又短 正在为难 只见一个人 跑进来说 二爷 不好了 又有饥荒来了 贾脸不知何事 这一下 非同小可 瞪着眼说道 什么事 那小思道 门上来了一个和尚 手里拿着 二爷的这块 丢的玉 说要一万赏银 贾脸照脸脆道 我打量什么事 这样慌张 钱分了假的 你不知道吗 就是真的 现在人要死了 要这玉做什么 小思道 奴才也说了 那和尚说 给他银子就好了 又听着外头嚷进来说 这和尚撒野 各自跑进来了 众人拦他 拦不住 贾脸道 哪里有这样怪事 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 又闹着 贾正听见了 也没了主意 里头又哭出来说 宝二爷不好了 贾正一发着急 只见那和尚嚷道 要命拿银子来 贾正忽然想起 头里宝玉的病 是和尚治好的 这会子和尚来 或者有救星 但是 这玉躺或是真 他要起银子来 怎么样呢 想了一想 好 且不管他 果真人好了再说 贾正叫人去请 那和尚已经来了 也不失礼 也不答话 便往里就跑 贾脸拉着道 里头都是内卷 你这野东西 混跑什么 那和尚道 迟了就不能救了 贾脸急得一面走 一面乱嚷道 里头的人不要哭了 和尚进来了 王夫人等 只顾着哭 哪里理会 贾脸走 走进来又嚷 王夫人等 回过头来 见一个长大的和尚 吓了一跳 躲避不及 那和尚只走到 宝玉炕前 宝钗避过一边 习人 习人见王夫人站着 不敢走开 只见那和尚道 施主们 我是送玉来的 说着把那块玉 擎着道 快把银子拿出来 我好救它 王夫人等 惊慌无措 也不择真假 便说道 若是救活了人 银子是有的 那和尚笑道 拿来 王夫人道 你放心 横竖折遍得出来 和尚哈哈大笑 手拿着玉 在宝玉耳边叫道 宝玉宝玉 你的宝玉回来了 说了这一句 王夫人等 见宝玉拔眼一睁 习人说道 好了 只见宝玉便问道 在哪里呢 那和尚把玉 递给他手里 宝玉先前紧紧地攥着 后来慢慢地回过手来 放在自己眼前 细细地一看 说 哎呀 来迟了 里外众人都欢喜地念佛 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 贾连也走过来一看 果见宝玉回过来了 心里一喜 急忙躲出去了 那和尚也不言语 赶来拉着贾连就跑 贾连只得跟着 到了前头 赶着告诉贾政 贾政听了喜欢 急找和尚 失礼叩谢 和尚还了礼坐下 贾连心下狐疑 贾政要了银子才走 贾政细看那和尚 又非前次见的 便问 宝刹何方 法师大号 这玉是哪里得的 怎么小儿一见 便会活过来呢 那和尚微微笑道 活也不知道 只要拿一万银子来 就完了 贾政见这和尚粗鲁 也不敢得罪 便说 有 和尚道 有便快拿来吧 我要走了 贾政道 略情少做 带我进内瞧瞧 和尚道 你去 快出来才好 贾政果然进去 也不急告诉 便走到宝玉炕前 宝玉见识父亲来 欲要爬起 因身子虚弱 起不来 王夫人按着说道 不要动 宝玉笑着 拿着玉给贾政瞧 道 宝玉来了 贾政略略一看 知道此事有些根源 也不细看 便和王夫人道 宝玉好过来了 这赏银怎么样 王夫人道 尽着我所有的 折遍了给他就是了 宝玉道 只怕这和尚 不是要银子的吧 贾政点头道 我也看来古怪 只是他口口声声地 要银子 王夫人道 老爷出去 先款留着他再说 贾政出来 宝玉便让饿了 喝了一碗粥 还说要饭 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 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 宝玉说 不妨的 我已经好了 便爬着吃了一碗 渐渐地 神气果然好过来了 便要坐起来 摄月上去 轻轻地扶起 尹心里喜欢 忘了情 说道 真是宝贝 才看见了一会儿就好了 亏得当初 没有砸破 宝玉听了这话 神色一变 把玉一撂 身子往后一痒 为之死活 下回分解